明星们自然有他们的光鲜亮丽 当然也有着不为人知的辛苦 我觉得这种辛苦呢 首先要从面对这个残酷的淘汰开始 现在呢又是一年一度的易考时 在2月15号的时候 北京电影学院呢就正式公布了 这个初试进入复试的名单 哎呀看到结果的这个场面 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 2月15日北京电影学院易考初试正式放榜 今年北京电影学院艺术类考试专业 共有5077人报名表演专业 当天张贴的榜单显示 表演学院今年共有797人进入复试 超过八成的考生被淘汰 而在放榜现场 一名考生的武术表演吸引了媒体的注意力 由于今年北电首次在网上和校园内同时公布榜单 当天来现场看榜的考生人数大幅减少 与前面用才艺表演来表达遗憾相比 更多的人特别是考生家长 则不得不痛苦接受落榜现实 一路走来不容易 孩子那种心情从兴奋点跌到了谷底 表演学院今年考试取消三试 仅保留初试与复试 考试内容除了声乐形体台词表演 还增加了艺术历史综合口试方面的考核 这通过初试的797人 还将面临更严峻的考验